我们常说空气污染空污费谁来买单 伦敦从四年前开始推行超低排放区 那个区域里面的高污染的车就要缴钱 从这个星期开始全伦敦都实施了 老旧污染排放严重的车主 每天就要乖乖缴新台币大概500块钱 算是罚金吧 不过民众非常反弹 因为要多倍争钱 政策上路的这一天 大批伦敦人聚集在唐宁街首相关底外 大声抗议 英国伦敦实施的超低排放区 从周二开始覆盖整个大伦敦引爆民怨 大批民众聚集在唐宁街外举牌抗议 还有人在市长萨迪克汉的人 向额头上写上骗子字样 现场有车主表示车子性能良好 却要被征收额外费用完全不公平 这项措施 最先是在2019年推出 仅涵盖最繁忙的伦敦市中心 在2021年扩大到内城区后 现在再把其他500万人居住的地区 也都纳禁 市长表示 在伦敦每年有4000人因空污死亡 新措施将能改善空庆品质 降低相关疾病与死亡 也有助于应对气候危机 不过由于新增的地区 公共交通选择较少 反对者痛批是变相在惩罚 仰赖汽车外出和工作的民众 让生活成本危机雪上加霜 根据规定 2006年之前生产的 大多数汽车和货车 以及2015年前出厂的柴油车 都不符合排放标准 因此只要在超低排放区行驶 每天都要支付12.5英镑 相当于台币500元的费用 师傅指出 伦敦九车的车辆 已符合排放标准 不会受到影响 不过反对者 对这个数字提出质疑 同时英国首相也认为 扩大收费范围的时机 并不恰当 不过若以环境的角度来看 市府二月公布的数据指出 超低排放区内的 有害氮氧化物 相较2019年前下降了26% 悬浮颗粒也减少了19% 专家认为对污染严重的老车收费 有其必要性 从美国东岸到西岸 两大机构NASA和国家海洋 及大气总署 也正在合作监测 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了解污染的源头 以及对地面的影响 上周研究人员乘坐NASA飞机升空 上面配备了30种不同的仪器 其中中央谷地空气污染严重 被列为关注重点 这个项目将协助研究人员 收集空气品质 长期变化下更完整的数据 能为未来预报和决策奠定基础 空气污染来源众多 成因复杂 是各国当前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TVB新闻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